RB-29型侦察机被击落后不久 美国空军上校阿诺德等又奉命驾驶侦察机 从日本起飞侵入我丹东地区上空进行战略侦察 解放军空军部队立即起飞迎敌 在丹东西北上空将其击落 阿诺德和其他11个人跳伞后被我居民抓获 1954年11月2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 开庭审判两起美国间谍案 起诉包括11名美国人在内的22名罪犯 当天首都北京各界数百名群众 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上旁听 罪犯的罪证陈列在一边 手枪冲锋枪卡冰枪收发暴击空取器等 刻然在目 在铁的罪证和事实面前 等待唐奈和费克图及其他美国间谍的将是怎样的判决呢 美国政府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1954年11月24日 我国广播电台公布了这两起美国间谍案的审判结果 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 因积极搜罗训练和派遣特务分子 乘用飞机秘密空投中国境内进行破坏活动 并且亲自乘飞机潜入中国实施罪恶活动 为本案首要罪犯 应从众惩处 被告李查德·乔治·费格图 协助约翰·托马斯唐奈侵入中国境内 进行间谍活动 亦应受到严惩 为此 1.判处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 无期徒刑 2.判处被告李查德·乔治·费格图 有期徒刑 20年 审判结果刚一公布于是 就立刻引起了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 美国更是朝野震惊 美国国务院在慌乱中 赶紧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 声明说 唐奈和费格图是美国陆军部 在日本无庸的文职人员 美国方面一直以为他们在1952年11月 从朝鲜飞往日本的一次飞行中死亡了 他们如何落入中共手中 美国是不知道的 当得知唐奈和费格图出事了之后 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比塞尔牵头的一个所谓的特别委员会 这个比塞尔是中兴局的局长部 那么这个委员会经过一系列分析判断之后 认定中方宣布的这个事情应该是属实的 所以他们也就是发了一个报告 这个把这两个人由死亡改变失踪 实际上也就是心里头承认这两个人被我们俘获了 此外中央情报局的特别委员会 还决定继续坚持当初编造出来的故事 其唐奈和费格图是美国陆军文职人员 作为乘客乘坐包机往返于韩国和日本之间 这要求与五角大楼进行必要的协调 并与政府以外知道这两个人属于中央情报局的20多个人打好招呼 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 三家保险公司和两家银行里的人员 几名律师以及遗嘱执行人